各位同学,今天继续看司马迁的《莲婆论》《双鱼列传》 我们上次看到第九段 秦皇在齋戒期间,双鱼已经将碧玉送回双国 到举行九宾之礼时 秦皇得色真相后,如何处理 我们看看第十段 秦皇与群臣相视而戏 戏字是解作 发出 忌惊 请怒的声音 又惊讶又好生气 左右欲忍相如去,秦皇恩若 今撒相如,终不能得碧也 而绝秦赵之宽 不如因而口誉之,使归赵 赵皇豈一逼之故,欺秦也 第二个字 双鱼和双鱼是相通的 这是一个疑问词 是一个疑问词 带有一个反文的语气 可以译作 双鱼和双鱼 遏停见相如,不礼而归之 当时秦皇的反应是 他当时既惊 请怒 又惊恶 又好生气 当时左右大臣 建议带走双鱼自罪 大秦皇表示 就算杀了双鱼都于是无补 而且会破坏秦赵两国的交情 而他相信赵国不会欺骗他 于是决定口袋双鱼 将他送回国 事件发展到这里 论双鱼有没有实践 当日向双鱼许下的承诺? 当日论双鱼说过 承入双鱼逼留秦 承不入神请缘逼归双 双鱼是实践了他的承诺 由于秦皇母以承换碧 而双鱼早已将碧玉送回到双鱼 在缘碧归双鱼 这件事里 这件事里 论双鱼立下在双鱼 用了什么功劳呢? 论商鱼一方面 是为召国化解危机 保留了和是碧 另外,他在外交场合上 力斥秦皇的错误 为国家增回了专业 论商鱼既然立下大功 如果你是召皇的时候 你会如何对待论商鱼呢? 很自然 当然会论功行赏 商鱼既归 赵王以为贤大夫 史不欲于诸侯 拜商鱼为上大夫 好了,我们看看字词 史 为何呢? 出史 拜 即是封赏 意思 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便被封为上大夫 而他的地位仅次于廉婆 最后 秦国有没有以诚换逼呢? 最后秦国有没有以诚换逼呢? 在第十二段那里说 秦亦不以诚与赵 赵亦不与秦逼 秦国是没有以诚换逼的 由此可见 秦皇根本 是没有诚意的 是没有诚意的 所以 反映出论商鱼 的判断是正确的 甚至没有诚意的 原壁归照 这件事虽然结束 但是 巡对照的威胁 还未减除 后来引至 敏辞之会的事件 天